19日內兩次索基後開工的29歲的士司機陳漢凱 原來還試過4次被購滿分停牌 3次藏毒 以及有40次交通案底 他當日在九龍塘藏登署之後 與無倫次宋苑時被窿還有白色粉末 化驗後證實是基仔而被捕 誰知他保釋緊照樣索基後開工 下午在紅磡火車站載幾個客人去區內一間酒店 誰知他綠燈都停車 轉極燈都不開車 乘客催他自有反應 但之後又衝紅燈 在近黃埔花園登位時 有後座乘客怕到下車 最後一個等找錢的時候 嚇到他跳車 的士最終撞欄自停下 警員來到還看他反應慢站不穩 被告陳漢凱早前承認 兩項在藥物影響下駕駛和兩項吸毒罪 法官指案件嚴重 他索基後開的士影響公眾安全 保釋在犯 還令乘客跳車是家營因素 判監一年半停牌兩年 要接受駕駛改進課程 加上要執行去年藏毒判緩刑的刑期 要多籌14天 但立法會議員鄭家庫認為 監禁期和停牌期應該分開執行 希望政府盡快修例 好, bye 好, bye 好, bye